哇,这味道闻到都流口水了 花了75块钱买两斤牛排骨 这个肉特厚,超划算 我们先来给它清洗干净 买两斤牛腩都要90块钱了 那我觉得吃这牛排骨还是很划算的 接着冷水下锅焯去血水 然后加入姜葱料酒去腥 牛排骨焯好了之后呢 捞出来用温水再冲洗干净 洗好了把它放到高压锅里 加入一把姜粒,两颗八角,两颗干辣椒 我们今天主要用到的是这款功夫黄闷酱 一酱百搭花式烹饪 一包酱可以焖一斤肉料 这里需要放两包 接着再加入一罐啤酒 才适量开水 待会煮开准小火压20分钟 再来准备一个砂锅 把大葱段给它煎香 然后把压好的牛排骨放进来 锅里的汤汁收浓稠了再给它淋上来 盖上盖子小火再焖5分钟 我们最大简单要快手的黄焖牛排骨就做好了 特别适合懒人和厨房小白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拾起来试一下吧